各位現場直播的觀眾朋友以及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是1月25號桃園市政府疫情記者說明會 那因為今天的個案 我算是複雜 那也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個案 那稍待市長以及局長也會再做一個說明 那今天一樣主持著有周恩山市長 那還有衛生局王院局長在現場 那等一下也會由我這邊來做公共場所主席的宣布 那首先請市長為我們說明今天疫情的概況 好 今天這個遠雄自貿港區的這個擴大採檢 那是做這個貨運站 那昨天貨運站的專案採檢 那麼並沒有採檢出確診個案 另外11個桃園的社區採檢站 那也沒有新增車群 這個確診個案 不過今天的7例 那麼有3例是在居隔期間或者居隔期滿採檢 確診比較沒有社區的風險 他入院前採檢是陰性 那1月19號採檢也是陰性 不過居隔期間再採檢 那麼確認為陽性 那預判是在這 Un Sec笑 flooded 逮叫做 movie 但還是居隔現在 是醫院陪伴幫孩子 error 而確診 那第二個居隔 期間 是居服員的這個確診個案的乾妹 它所服務的職場 大家知道是红字电子 那么这个职场的 一个员工的17535的妈妈 那么是同住家人 18519 那他在1月10号 那么送集中检疫所前 采检阴性 那经隔离期满 那么采检这个确诊阳性 CD值是27.15 这个是区隔离期满的确诊 另外一个也是 红字电子职场的同事 17569的同事 那他是案号是18520 那么这个同个职场 有五个人确诊 那1月11号 那么裁检是阴性 那当天该职场 裁检了389位 那么全数是阴性 那么同日 全部在1月11号 送集中检疫所 经隔离期满 采检 转为阳性 不过吸地值较高 是30.91 这两个是 红字电子的职场 那么采检 居隔期满 转为阳性 不过这个 吸地值是比较高的 那也比较没有社区的风险 这三个先做一个说明 另外有这个 比较关心的有三个案子 四个人 第一个案子是某幼儿园 那么有两位这个姐妹 这个确诊 那他是在我们的医院 那么 采检出来 那今天已经完成 该幼儿园 350位师生的采检 那案号 18530 18531 那么 他的感染途径 仍然在调查中 因为这一对 这个姐妹 那家庭生活 非常单纯 那足迹并不多 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 详细调查 可能的感染源 另外第二个 要调查的是 18514 那么 他的感染源 也还需要调查 那已经匡列了 四位居家隔离 CD值是 16 那么 他也是在我们的医院 采检出来 不过他的足迹 有包括了 桃园的龙潭 以及新竹县 那我们也同步 通知新竹县的卫生局 那我们希望能够 针对足迹的部分 也扩大采检 这两个是 这个对感染来源 还需要进一步追查 另外一个是 18521 他是 20多岁的女性 那因为他接触 18495 也就是宜兰郊西 饭店的员工 那么 在这个 餐序接触后 那宜兰郊西饭店的员工 先这个产生症状 那他隔了两天 也产生症状 那么 1月24号 那么用 家用快筛 阳性 到医院来採检 确诊 那CD值是22.4 那初步 那初步 匡列第一轮的接触者 有18人 要进行 区隔跟採检 那这个 案子的接触员是 这个 宜兰郊西 某饭店的员工 这个 这个部分 是 三件 有待进一步来追查 这个感染来源 那目前 那目前 这个 亚序电脑的员工 以及 红白电子的员工 正在进行二采 那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员工 都要出来进行二采 那货运站的 厂商 那么 4500人 那么也要进行第一采 我们希望多层次的 扩大 採检 包括 二采 那么能够 确保这个清零计划往前走 那目前的热区一样是在 自贸港的家职园区 那特别是 红白跟亚序的这些员工 那 比较集中在外籍 这个员工上 但 本国籍也有人确诊 因此 只要跟 这两家公司有业务往来 或者是维修厂商 或者是有派遣劳工等等 都应该站出来採检 那我们也透过 包括劳动局 劳动部 协助这项 这个专案採检计划 那也希望公司方面 这个是 要面对 这个营运的 防疫挑战 需要以最高的标准 来进行 因此 停工 採检是必要的 必须要确保 安全无余 没有扩散的风险 才能够复工 有关昨天到今天的採检情况 我来说明一下 那么昨天 这个 11个社区採检站 採检了4300 这个经过社区採检站 採检出阳性的个案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3例 三个案件 包括幼儿园 跟这个两位 这个确诊个案 那并不是在社区採检站 採检出来的 另外也在昨天有进行 鸿海科技的南康厂 进行专案採检 753位 那全数都是阴性 这一并说明 那在 这个远雄自贸港区的 两个採检站 那昨天採检了2619位 那都是阴性 我想这个部分 已经连续好几天的採检 我们希望园区要清零 那社区要守住 这两个方向 一定同时要进行 因为这个园区跟社区 两个方面都是 我们要防守的地方 那我们也全力协助 这个前进指挥所 在园区的各项工作 好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外籍移工的专案 那么目前 这个外籍移工的 这个防疫的应变计划 那么针对雇佣 移工50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 那桃园市有297家 那么有43,575人 那我们会配送快筛四季 那今天配送完 昨天配送完毕 那今天必须请297家企业 在晚间9点以前完成快筛 明天中午以前回报 桃园市政府的劳动局 那如果有快筛阳性 要立刻通报 我们会安排后续的裁检 我们希望确保移工的健康 也确保企业的安全 那这个快筛的方案还会扩大 那么我们希望 那么全国虽然执行 50人以上的 的这个雇佣移工的企业 因为桃园有11万7千个外籍移工 因此我们要把它扩大到雇佣 移工20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 那一共有1423家 那我们也在陆续发送 另外的三万剂 快筛四季 我们希望能够扩大 移工的筛检 也就是说 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一共有1720家厂商 73,570位移工要进行裁检 那针对移工宿舍 我们也做了这个相关的清销 那么预判这个部分 也有可能是群聚感染的根源 因此这个移工宿舍要就地隔离 目前有这个69位确诊的移工 亚序电脑66位 红柏科技两位 另外一位是同住在远雄宿舍的移工 那我们劳动部跟劳动局 有12组人会进行异调之外 那也会持续关怀居隔的移工 这部分也一并来说明 我们希望移工的这个 健康关怀的专案 可以确保 这个这一次的事件 在移工当中不要群聚感染 那当然我们也进行了社区扩大裁检 针对移工的这个餐厅 商店商圈教会 那扩大这个裁检 不过到目前为止 那么社区裁检站 裁检出来的都是阴性 这也是一并让大家了解 目前 刚刚讲的这个幼儿园的裁检计划 那我们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裁检 那我们也希望 大家这个裁检结果 会尽快跟大家报告 有关我们疫苗的接种 那么在20期 21期中间刚好遇到春节 那我们希望在春节前 春节后 都可以扩大接种 那我先来说明一下 除了1922的系统以外 我们1月27号 那么会完成第20期 那27号的下午 那我们会针对 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莫德纳的限额接种 我们有37个社区接种站 那我们会发 每一个接种站会公告名额 那会发号码牌 让这个长者可以接种 莫德纳的第一季第二季 或第三季 因为有些是 有反映说预约到过年后 那不过 这个部分是运用第20期 第20期 我们所有剩下的莫德纳疫苗 过年前 我们希望能够全数使用完毕 能够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这是65岁以上 莫德纳专案接种 另外 针对BNT以及高端 我们在过年前 选择两天 1月28号 29号 过年后也选择两天 2月4号 5号就初四初五 那每天早上来进行免预约的这个BNT跟高端的疫苗接种 那么南区在农民服务处 北区在巨蛋体育馆 那我想这个部分 BNT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可以接种 那高端是一针一剂 所以不会混淆 所以这两个接种站 那过年前有两天 过年后有两天 都有可以专案接种 那另外 在这个过年期间 217家 医疗院所 有部分 有开设 这个疫苗门诊的时段 那可以上桃园市政府的community的防御资讯站 来查询 过年期间有哪些院所有开 那2月7号就是第27期 第27期 那第27期是从1月26号开始预约 那我想在27期实施前 我想我们利用中间的 这个春节的前跟后 我们特别提供了 这个一天的莫德纳专案接种 以及四天的BNT跟高端的疫苗接种 给大家更大的方便 好 这个是有关疫苗接种的情况 那我想我再次简要的说明 目前桃园的防疫状况 那么在远穷自贸港区 我们必须要进行 这个多层次 以及多次裁剪的清零计划 那我想我们会全力配合 那么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划 那目前 不管是一彩二彩 我们都希望能够完整匡列 那因此只要活动足迹 有在远穷自贸港区 不论你是往来的厂商 或者是维修的人员 或者是这个物流车队的司机 或者是包括官航的人员 或者是航空货运的业者等等 那都可以来裁剪 这个裁剪站会继续 另外针对我们11个社区裁剪站 我们会按照它的使用高低 做微调 有些要配合专案裁剪 那有些会移动到不同的地点 那能够让这个裁剪站 发挥更大的效益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共裁剪的数量 也很庞大 我也来说明一下 那除了专案裁剪外 社区裁剪已经累计 65,721人 那我想社区裁剪是为了找出 潜在的病例 避免感染的黑素 也避免下一个传播链形成的机会 所以这扩大社区裁剪仍然是必要的 那我们也希望各基层诊所 协助做健康侦测 有上呼吸到症状的民众来就诊 我们一律发给快塞试剂 快塞试剂3万剂由市政府采购 陆续发送给基层诊所 那民众如果自己快塞 那么是阳性请打1922 或者打卫生局的这个专线电话 那我们会安排协助到医院裁剪 那这一段时间呢 仍然要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因为有些确诊个案 它的感染途径 那目前还没有这个调查 这个清楚它的感染源 那因此社区也有一定的风险 那因此我们认为 大家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 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社交距离 这仍然是需要的 从过年到元宵的活动 都已经取消 目的也是为了减少群聚的风险 那希望我们在这一波疫情的这个筛检 围堵上 大家一起努力 能够把所有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 当然我们是抱着这个兢兢业业 小心谨慎 每一个个案都要追踪到底 这样的精神来做严格的防疫 那目的还是希望清零 不管园区内或者是社区的防线 我们努力的把所有的 这个潜在的个案都要找出来 找出来就可以确保 没有下一个传播链 好谢谢 谢谢市长的说明 王居长这边要补充 好那就由我这边先来为大家公布 今天个案的公共场所足迹 那今天足迹的部分 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远雄自贸港区 确诊个案的相关足迹 那1月13号的晚上6点到6点48分 玩红锅烧面 桃园区荣安街38号 1月15号跟1月19号的上午 中华邮政卢族邮局 下午的1点54分到2点半 亚通客运703路线 那1月16号的3点半到4点半 九龙美法店 桃园区国乡七街100号 下午的4点49到5点19 八方云集桃园荣安店 5点54到7点09南侃天主教堂 卢族区南侃路129号 晚上的7点24到7点54 汉堡王台茂店 卢族区南侃路一段112号B2 1月17号的晚上6点半到7点半 台湾寿司郎桃园国际路店 1月18号到1月21号 一个个案到天空之城包厢室休闲馆 中立区剑行路216号 1月19号的11点到12点左右 肯德基台茂店 12点10分到12点39 小米之家桃园台茂专卖店 下午的1点09到1点25分 包雅如族南竹店 1点40到1点55 佳乐福超市南竹店 晚上的10点 康世美新荣安门市 桃园区荣安街134号 1月22号的中午12点半到1点10分 洪姐姐姑姑面 道园区三明路2段100号 6点到6点半 荣安黄昏市场 荣安街80巷26号 7点到7点半 佳乐福超市桃园荣安店 再来是1月23号的中午12点到1点 远传电信内力中华门市 中立区中华路1段198号 另外一个个案的足迹是案18348 这是之前我们有公布多个个案 那18514就是今天公布的这个龙潭的这个个案 那我先为大家说明 1月17号的早上9点51分 大润发凭证店 跟1月19号的大龙大卖场 以及利特乌五金百货商店 这三个足迹是18514这个个案的足迹 就是龙潭这个个案 那其他的就是18348的足迹 1月13号的下午2点46到3点05分 佳乐福巴德店 3点07到3点40 三商巧福巴德广丰店 那1月13到1月17 跟1月17两天是东勇黄昏市场 那1月15号呢 下午的2点21分到3点10分 是协全家福巴德店 1月16号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 是在前都日式刷刷锅 桃园巴德接受店 那1月19号的3点半到3点49分 全联巴德大南店 那如果民众你有在这些 主机重叠的话 请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 或者是疑问 可以拨打1922或0800 03335的专线 那会有专人听您服务 那我们的社区採检站 也还会再继续採检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症状出现的话 请到医院直接做採检 这样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 接下来是媒体提问的时间 刚刚市长跟局长都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18521这个个案 那它是跟宜兰这边的这个饭店的朋友 有来往 那因而确诊 那今天那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以初步疫调来看 这个感染源的 还有感染途径的过程 这个感染源还要经过疫调 那因为它的源头还不明确 那至于说这个前后顺序 这个可以由发病的顺序来去考量 不过它就是一个传播链 重点是要把所有人都匡列出来 第二个问题 因为之前有员工跟媒体爆料说 亚续厂部分没有停工 那后来是否也 市府这边也进行了採除 那是否最近有在街道 发现说亚续厂是不是还有偷偷复工的状况 那第二个问题是 目前员工都在做居家隔离 那以电子为宜的部分 那想请问一下 就是请员工要去做二彩的时候 那电子为宜会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警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员工去做二彩会不会被处罚 电子为宜是由桃园市政府 还有包括外县市的市政府的卫生局来执行 那因此要居家隔离的期间 那要安排裁检 那必须要用防疫计程车 以及通知当地的卫生局 那这个在昨天都已经通知完毕 那由防疫车队送到远雄自由贸易港区来裁检 那不过我们也要请 这个在这个远雄自由贸易港区的 这个包括我们亚续电脑的所有的管理部门 那么一定要全力的协助这项二彩 因为人数很多 那前进指挥所仍然需要跟各厂商合作 那如果这个二彩之后 包括后面的快筛 那么是阴性 确保没有风险才有可能复工 假如说配额度低的话 那万一有没有裁检的部分 那仍然需要完成所有的裁检计划 而且万一再二彩有转成为阳性 那一样会对社区造成风险 那因此我们希望这个亚续电脑的所有的这个管理部门 以及其他的31家厂商的管理部门 都要跟第一线那么指挥中心所设的前进指挥所 王毕胜指挥官来充分合作 那在这段时间当然是没有上工 没有营业 因为全区都大清销 那目前是处于这个完全停工的状态 今天的媒体提问到这边结束 谢谢市长以及局长的回应 那我们记者会在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